我叫刘晓丽,今年十九岁,想来找工作做,最好什么都不用做,光是睡觉每个月拿八万,有没有啊? 不会用我吧? 站住,你这种态度怎么能重新出来社会做事? 你应该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你一点都不真心你的前途吗? 等一等,你就省省力气吧,干什么嘛,装伟大呀 你以为你这种诚恳的样子,每天对我们说几句话,就可以挽救一个少女的灵魂 那还用得着耶稣吗? 每天教我们怎么应付事,怎么应付人 在座的有哪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不比你丰富 你见过的坏人,最多是随地土坛,在电梯里面抽烟,借了钱不还 你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十五岁的人,要养七个弟妹,一个好土的妈,一个整天喝醉酒的爸爸,是什么样子吧? Miss,你幸福,你的命生得好 不愁吃,不愁穿,面书不留级,老爸老妈带你出国旅游 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你以为挤公共汽车吃小摊子,这些就叫体验人生吗? 虽然,你生得好不是有罪 可是你天天都跟我们说这些不切实际的话 没有人会觉得你苦口活性,只会认为你在这儿说风凉话 Miss,我找过的工作比你教书多 我十四岁就出来混,被人家毛手毛脚 十七岁在酒廊做陪酒,从领班到经历,我轮流陪上床 我们的世界跟你的世界完全是两回事 你要说你要教,是你的自由,因为这些是你的工作 如果不是为了要应付感化运,谁会有功夫坐这儿听你胡扯 再说吧,如果没有人给你薪水,你又怎么会站在这儿呢? 可你以为我是为了钱才教你们的吗? 你以为我生在有钱人家娇生惯养的吗? 我告诉你们,我只是不忍心看见你们这些勇为的年轻人自暴自弃 我知道我不会教你们,我也知道我没有办法说服你们 难道这也是我的错?你说,我为什么要来教你们呢? 为了证明你自己可以挽救这个社会 你说,有谁不知道在工厂多拿六十块钱一天也能够维持生活呢? 我就是不足气,为什么有人可以吃鱼吃做Benz 而我生下来就要吃不饱,穿不暖 你回答我,你能说服我,我就照你说的 怎么去找工作,怎么独立处事,怎么跟人相处 成就是自己争取回来的,你当然可以争取 因为你接触的是上流社会 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调告个金灰讯 我们呢,大不了过两年找个做苦工的家 生一大堆孩子穷一辈子 你哭什么?我告诉你,这不会有两个以上的人同情你的